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在你的心里分难跟踪 直到现在 我也不知道答案 只是我开始羡慕躺在病床上的这个人 甚至幻想 这就是我 你就是郑子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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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子杰 我知不知道 我认识它是郑子杰 你就是郑子杰 他说郑子杰 我认识它是郑子杰 我认识它在刚才 就搞出郑子杰 这儿这个人 你都要死了 我认识它是郑子杰 你都要死了 走 神经病我不认识你 你说你不认识我 这贱人 快走 走开啦 Landy 你认识她 认识啊 好疼哪 走开 你们怎么打人哪 要你他妈都管闲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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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我回来了 回来了 还有鱼汤 昨晚咱们去吃饭 怎么样 狠哥 你这菜做得可以啊 对了 你今天工作着怎么样了 说这点消息 你先吃 我这边马上就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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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进来干什么 我 我 我只是刚刚听到那个吉他叫在地上了 以后别随便进我房间 出来吃饭 照片上这个人你认识吧 见过 不认识 那你为什么会在他的病房 他让我去的 哪个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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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好 你 好 吗 别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有请十四号选手带来他的参赛曲目 少年 掌声欢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震一步一步向人群走去 想要看个究竟 却又害怕那一刻的到来 那天 阿震他没有听到小姨的歌声 那小姨 他怎么样了 这 傅恒跟你说什么 你都信啊 你以为他会是什么样的人 阿震在手术室门口 等了很久很久 这可能是他经历过最漫长的等待 可最后等来的却是 小姨成了植物人 做哥哥的 又怎么会对自己的弟弟扑管不顾呢 你们两在一起住了这么久 他要真把你当朋友 你今天在这儿 他为什么一直不肯露面 你也站在那儿 凌亚 回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该留在你身边 还是去说清楚这一切 小飞 小飞 你告诉哥哥 我到底该怎么做 小飞 你放心 哥以后不会再做错了 小飞 我们好 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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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来 拉筷 哎 五六 哎 你们俩抽老仙 你拿进去不能我抽老仙啊 哇靠 啊 妈的 敢来拔他 躺在你 闹事 你来 你来 再来老子你都冲死你 啊 不 快 郑子杰到底知不知道这事儿 我来自首就是想说清楚这一切 也许横哥这么做是为了小飞 为了他自己 又或者 是为了我 打开那桌堤 打开那桌堤 人从放着童年至极的回忆 欢笑中是我也是你 一同在成长的旅行 我想要唱这首歌给你 感谢那风云多变的四季 我知道还有许多风景 我知道还有许多风景 其中有樱眼有情 我们一起珍惜 那些辗转的屋檐 和青春互相照灭 原来过去停在那天 那欠一个了解 那些泛黄的誓言 那些流转的情节 怕来不及告别 就熄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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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唱这首歌给你 敢写那风云多变的四季 我知道 还有许多风景 其中有一年有情 我们一起真心 那些辗转的屋檐 和青春互相照灭 原来过去停在那天 他结一个了结 那些泛黄的誓言 那些流传的情节 他来不及告别 就熄灭 他来不及告别 都熄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日消失的季节 似最后一片落叶 被悄悄藏在那一页 谁都不曾发现 那些辗转的屋檐 和青春互相照灭 原来过去停在那天 他结一个了结 那些泛黄的誓言 那些流传的情节 他来不及告别 就熄灭 这一次的告别 不是永远 说好中逢那天 别是愿 跟着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